国民党陆军中将被谁活捉 共和国公安部长为谁作证 他是日本特务还是孤单英雄 他是陆林好汉还是江阳大盗 除奸速特 维护治安 抵荡尘埃 接管政权 一支特殊部队 一条建警之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 我志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 健身于崇高党人民公安事业 健身于崇高党人民公安事业 坚决做到 对党忠诚 服务人民 执法公正 戚律严谨 这是一个特殊的场所 民警们选择在这里 重温入境誓词 别有深意 七十多年前 这里曾经是山东省公安总局的筑地 他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山东公安事业的创建与发展 山东省公安总局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升级公安机关 他能够在另一块地方诞生的既是 当时革命斗争兴事的需要 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2014年 山东省公安厅在这里 建起了公安室的专题纪念馆 成为民警重温历史 强化职业精神的神圣殿堂 以该馆为统领 山东省各市县 纷纷建立警使馆或警察博物馆 几年的时间 已经建成十几家之多 繁多的食物 丰富的图片 独具匠心的雕塑 各种元素整合在一起 清晰地勾勒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公安部屋 在山东创建的历史 在中央苏区的时候 它叫国家政治保卫局 在延安它叫陕干町边区保安处 在山西在晋隋 就是叫晋隋公安总局 到了山东这儿也叫公安总局 它是适应这个地方的情况 这个地方是共产党和国民党 在同一个地区活动 它打出这个公安总局呢 这就是在国民党的这个 国民政府系列里也是有位置的 维方公安诞生于硝烟弥漫的1948年 在维方市公安局的警史馆里 一个用幻影成像技术做成的展览 再现了上个世纪 济南战役的一个重要成果 反映了公安队伍 活捉国民党守军司令王耀武的场景 就这样公安人员马上再次提审乔分 1948年9月28日 也就是济南战役胜利后的第四天 国民党守军司令王耀武仍然没有下落 维方市寿光县公安局的三名公安战士 刘金光 刘玉民 张宗学三人 奉命在弥合的张建桥上值班巡逻 傍晚时分 对面是来两辆胶皮马车 三人上前认真检查 一共算七个人 他这两辆站上有两个女的 那两个女的问了一下 就是属于明显的就是老北行 讲话也脱离脱气 一看就不能放行了 大车上坐着一个穿长袍戴礼帽的中年人 看起来像个商人 又有点军人派头 旁边跟这个年轻人 像是跑堂的小伙计 先问那个年轻的 你叫什么 我叫乔宇隆 那么赤矮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乔宇隆就说 这是我叔 我秦叔 还不是标叔 是秦叔 他叫说明的 他叫乔琳 问他 他是敢问 也说他是做买卖的 准备到秦岛去 首先他说自己是济南人 但是他们的口音都不对 其次他说他是开店不 那么公安人员问他 店在什么地方 地池 店名等等 他都搞不清楚 从秦岛到秦岛走哪个路 比较顺呢 是沿着交集铁路比较顺 但他走到秦州 走到寿网 是交集铁路一杯 十好几楼了 转个大圈子 你为什么转个大圈子 有问题了 带着疑问 公安战士请乔琳摘下帽子检查 乔琳不耐烦地拒绝了 可是 等他自己摘下帽子的时候 公安战士 果然发现了新的疑点 发现他额头上有一道很白的痕迹 你看就是戴军帽的样子 干公安战士读动这些 比较外说明你经常戴帽子 可能是是个军官 年龄比较大 长得身体面目比较负态 这个摩卡额头上有发脉 可怀疑他这个军官 几个小时之后 济南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公安部部长李世英 接到维方式公安局打来的电话 说他们三个值班的公安战士 抓住了王耀武 此时的李世英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和言 从解放军攻下济南城的第一天 他就不断收到有关王耀武的消息 这个24号的时候呢 我们解放军冲进了尊诸权 这个王耀武的指挥部 那么看见王耀武坐在桌上 坐在桌子旁边把他抓起来 那一看原来是个假的 假王耀武的出现 让李世英敏感地认识到 王耀武一定是有计划地逃跑了 于是他命令济南周边 乃至全省的公安战士和民兵都要行动起来 严防王耀武成为漏网之鱼 就全省到处都是都是卡子啊 检查卡啊 你来了再查查 你是不是国民党管的 一般劳劳 一看 一看 不想党兵党管的 放行 一看党管的 那他进一步上 就可以布置全省各地就抓王耀武 抓王耀武呢 就布置的呢 就特别周密 这个共产党呢 在这方面呢 又有一个大特点 就共产党的人民公安组织性特别强 叫做高度的组织化 有公安力量 有军队 有民兵 有群众组织 就在这个山东各个所有的路口 都设了卡 所有的来往人员都检查 李士英已经为王耀武布下了天罗帝王 三四天的时间 就有七个自称王耀武的国民党官兵被抓获 其中有两个 已经跑到距济南三百多公里的 遗水和遗南两个县 北方报来的这个王耀武 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他就要求公安局在严加水水 你要问清楚 他在济南的布防情况 你确认他到底是不是真的王耀武 李士英内心 已经强烈地预感到 事实即将得到验证 因为那里曾经是他亲自战斗和布防的地方 在此之前 山东公安队伍已经在宜蒙山创建起来 经过艰苦卓绝的发展 成为一支可以随时保卫政权 打击敌人的强大力量 这座由徐向前元帅提携管名的纪念馆 标志着抗日战争时期 一个省级政权的成立 他有一个长长的名字 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 简称战工会 李玉担任首席组长 那是1940年8月份 大约半年之后 1941年3月24日 战工会在原来下设的五个机构的基础上 增设公安处 下设侦察科 审讯科 执行科 教育科 总务科 政治保卫联和侦察队 毛泽东主席是非常重视山东工作的 他一开始在抗日战争初期 他就指示要进山东 要在山东建立一根基地 所以这个黎玉这些早期的就在山东 就发展起来很大的力量 山东就恢复了地下党组织 恢复了根基地 在公安方面它涉及到处奸 那为什么要成立公安处呢 是因为我们在底下的这个曲线政权里面 已经有公安部门了 所以也需要统一领导这个全省的公安工作 那么刘居英是首任公安处处长 刘居英早年在北京大学读书 是129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1937年被党组织派到山东创建根据地 展工会成立后 一直负责公安处的工作 领导创建了多个县区的公安局 到1941年底全省就已经建起了60个公安局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 当时做了个统计是120个公安局 也可以说在山东各个抗日根据地 只要是有共产党开奖工作的 基本大部分都成立了公安局 当时处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 宜蒙山根据地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发展起来的 当时由山东小延安支撑 山东的局面非常复杂 多股政治势力并存 所以战工会才能在这里成立 山东这个地方在抗日战争时期 有三个政府 三支公安力量 日本统治的伪政府有伪警察 国民党有山东省政府有警察力量 共产党这边成立了一个战时工作委员会 实际是共产党领导的山东省政府 下边也有一支人民公安力量 所以就三股力量在山东是激烈的斗争 公安处当时主要面对三个方面的敌人 一是日本特务 二是汉奸 三是国民党蛮故派 公安处成立不久 就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1941年11月5日 日美军纠集五万多兵力 对山东的党政军机关进行大包围 当时的这个我们的作战部队只有一个特务营 它大部分呢就是机关一共是三千多人 当时呢日寇是出动了四个师团 包括这个国民党汉奸的部队武装 刘田 那个时候呢 卢中区党委 还有115师师部等一些绳子重要机关都在那个地方 被围困的人员中就有王庆军的外祖父朱玉干 他当时担任鲁南军区的社会部部长兼公安局长 而他的革命生涯多数时间都是从事保卫和公安方面的工作 山东省委政治保卫局 山东省委社会部一直发展到1941年的这个山东省公安处 而周一干呢 从开始就担任过四支队的出现科长 省委政治保卫局的局长 在罗戎环的指挥下 被围困人员借着夜色的掩护 巧妙地利用敌人合围前的一个狭窄缝隙 在六日佛小前安全地转移出包围圈 可是 朱玉干等十几名断后的公安战士 在过封锁县的最后关头 被汹涌而来的敌人冲散了 我们这个公安队伍就是手下有一种这个自觉的配合意识 自我牺牲精神 那么保禄 八路军业这个机关 普通的群众 那么掩护大部队啊 这个顺利的撤退 叛徒认出了我外公跟刘海潮司令 接着报告了他这个当时盟营那个汉箱大队的大队长 就把他们给抓捕了 抓捕了以后呢 敌人是先用厌情 神官 许愿等等 他们坚决不从 而且是破口大骂 他们都绝对不会屈服 也是见证不屈 然后敌人一看 软得不行 这个就是一个酷刑 判见这个叫王立庆的 他用刀子把外子扑在舌头给搁去了 最后日本人又把他的双眼给挖了 用刺刀把他的胸肠给穿透 最后十几个人活埋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 山东公安战士表现出崇高的牺牲精神 牺牲率高达百分之十 公安队伍深得群众拥护 在群众中发展了特派员 网员和便衣 实际上他们就是便衣警察的雏刑 宜南县青驼村副救会长刘玉梅 性格活泼 极恶如仇 对日本人和汉奸恨之入骨 展工会成立的时候 他就在当地公安局的领导下 发动妇女和儿童站岗放哨 1943年 当地公安局长委派他 打入青驼围警察所搜集敌人的情报 从此 他与丈夫一起利用 为日卫军送食品的机会 经常出没于日本据点和围警察所之间 极致地观察敌情 多次获取重要情报 粉碎敌人扫荡的阴谋 有力地打击了日卫军 刘玉梅凭着朴素的民族感情 经常劝说委警察不要为日本人卖命 经过不断的努力 刘玉梅说服了三十多个委警察 摆脱日本人的控制 加入革命队伍 刘玉梅堪称早期女便衣警察的代表人物 在北京的这座居民楼里住着些年九十九岁的卢国贩老人 岁月沧桑破坏了她的听力 谈话只能靠小黑板帮忙 老人家 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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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战友啊 嗯 她说我的领导 她拆掉我 她说你 你 就你去 研毛鬼 研河了 老人家要慢点 也要打 你 把鱼也要杀你 国贝党也要杀你 不如 王芳 解放后 曾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 当年 就是她送给罗国贩一个日本特务的身份 这影响了罗国贩一生 王芳和罗国贩的故事 已经进入了山东来吴的这座纪念馆 成为山东革命史和公安史上的一段不朽传奇 王芳啊 他是山东人 他是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旅的除奸科长 又兼敌工科长 在军队内部呢 在抗日战争时期叫除奸部 就是后来的保卫部 敌工部就是后来叫做联络部门 就是敌工部和除奸部都是政治部下边的一个部门 敌工部和除奸部公开活动的时候 经常就用公安的身份 王芳当时就经常用多种身份进行活动 有时为了获取敌人的情报 他就化妆成日军或伪军深入敌营内部 他可以穿着日军的服装进入日军统治区 秘密活动甚至是穿着军装公开活动 当地外号叫小白龙 就是日军曾经发动过围攻 专门要活捉小白龙 没成功 为什么王芳走到哪儿 当地的伪军都不敢动他 谁都知道得罪了小白龙 将来共产党八路军会收拾你 所以王芳在这个地区组织这个敌后武功队 已经活动得很有经验 当时最缺乏的就是日委方面的情报 需要选派人员打入日委内部 王芳选中了罗国范让他化名林洪洲 先打入泰安的日军据典再争取打入济南的日军高级军部 罗国范起初不同意 部队安排四个人做他的工作 一个王芳 一个周志平 一个罗顺初 一个王剑安 是他们四个人 当时就讲 说我们四个人不可能同时牺牲 所以我们有一个人活着 我们就可以为你来证明你是被我们打进去的 就这样罗国范变成了日本特务林洪洲 凭着他的机制 历尽艰辛赢得了日军的信任 站稳了脚跟 通过多种方式为八路军传送情报 为了让日本人完全不怀疑自己 林洪洲不得不变着法子巴结日本人 还得在日本人中间左右迎合 包括对付一些日本女间谍 然后这个日本人还给他这个经费 给他特别通行证 这个特别通行证就都到了王芳这 这个武功队就能够进入敌战区活动 林洪洲正与日本人打得火热 突然一天 他看见王芳的警卫员刘寿山 出现在日本人中间 看样子与日本人关系还不错 林洪洲非常愕然 刘寿山显然也认出了他 他只好与刘寿山打了个招呼 林洪洲很快从王芳处得到消息 刘寿山因为在根据地乱告男女关系 受到了处理 因而对王芳怀恨在心 投靠了日本人 这是我一生以来是最大的困难 他旁边了 他了解我是提供部的 到底我干什么他不知道 但是他知道我是提供部的 那不就完了吗 王芳受益林洪洲除掉刘寿山 可日本军营里耳目很多 无法直接除掉刘寿山 林洪洲就想出了一条妙计 这小老爷找我 他说罗大哥我想求你做帮帮忙 我说你有什么事情 他说我要结婚 我只欠点钱 还有这好办 你找我 有一个办法 你连红帖子 一个上号的 我背个钱 都写上 把这红帖子交给上 或者会账 已经陷入战争漩涡的日本人 常常为军费伤脑筋 看见刘寿山刚投靠过来 就想借势发财 日军队长北野非常恼火 他撒的帖子 说是北野队长的特务 你看到处 一个时候五百个钱 好几万块钱 对你的名誉很坏 北野说死了死了的 这就写到杀人 写到杀叛徒 清除了刘寿山这个障碍 林洪洲却赢得了北野更多的信任 北野让他去告巴洛军的情报 林洪洲就找到王芳给日本人提供假情报 林洪洲活动到什么程度 日本华北派遣军的这个司令 港村宁次犹太山的时候 是林洪洲这些人陪同的 就是他打入的已经相当深了 拿到的情报已经相当多了 林洪洲提供的日军情报 不断输送到王芳那里 日军的行动常常被提前获知 巴洛军多次精确地打击日军 这让日军非常恼火 一度怀疑林洪洲 可是林洪洲自认为行动严密 绝不承认 而在巴洛军和老百姓中 也有人认为 林洪洲成为给日本人卖命的汉奸 见面就追着骂他打他 还有人想要他的命 咱们这个根据地有一个老汉 就恨这个特务啊 想暗杀林洪洲 把这个林洪洲打伤了 日本相信这个共产党八路军 现在都在刺杀他 那他就是我们 忠心耿耿为大日本皇军服务的人 所以他在日本的这个地位呢 就很稳固 林洪洲一直潜伏在日军内部 直到1945年日本人投降 林洪洲回到自己的家乡 看望父母 可是老百姓 仍然记恨着这个大汉奸 老百姓把他抓起来 要枪毙这个大特务 他赶紧说 你把我送到上级 把我送到上级 送到上级 送到鲁中人居呢 王芳给他做了证明 王芳和罗国范的这段辉煌历史 既是中国革命史的 一份宝贵财富 又是中国公安史的 一段华彩乐章 中国共产党建计的历史 与军队建设和政权建设紧密相连 山东公安队伍在抗日战争中 经历了巨大的磨炼 成为保卫政权和保护人民利益的重要力量 抗战胜利后不久 山东省公安处改为山东省公安总局 局长仍由刘居英担任 1945年10月 这位老公安随八路军主力转战东北 没有转门的力量 所以说呢 从部队里就宣布 宣发了一批政治素质高 熟悉这方面工作的通知 来租建了公安队伍 公安队伍的租建 应该说在当时的打击地震 保护人民处减 特别是在保卫人民证券方面 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1946年2月 随着林仪的解放 山东省的主要机关 都迁往林仪城 山东省公安总局 举行正式成立大会 办公地点就选择了这里 杜明出任局长 1948年4月 违线解放 山东省公安总局迁到这里 李士英担任局长 李士英啊 是中共隐蔽战线一个老人 他是在中央特科的时候 就参加了红队 这个在早期的这个情报工作 保卫工作上 就有做出了很杰出的成绩的 他就是一个老资格的保卫人员 又到苏联受过现代化的这个 公安保卫工作的培训 自己又有斗争经验 李士英是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公安 早在1930年就被派往上海的中央特科 负责保卫党中央机关和党的领导人的安全 1939年他护送周恩来去苏联治病 回国途中又经历四年多的艰难周折 和长途跋涉回到延安 回到中央社会部 1946年9月 开始转战于苏晚边区和山东解放区 在48年5月份的时候呢 华东局社会部的梁国斌部长 和我父亲是副部长 他们就请示以后 先办了一个青州保卫干部训练班 当时训练的就是公安人员 就是在职的公安人员 这个是瞄准什么呢 瞄准激难 为将来解放激难 接管激难的公安部门要预先做准备 所以在昌卫地区的时候呢 已经收集了大量的济南的情况 山东的情况 公安的情况 社会的情况 他们在昌卫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搞了 两个班子 一个是那个维方市公安局 一个是那个 昌卫保安司令部的那个参谋处 这个参谋处的任务呢 就是跟那个维方公安局呢 一起把这个剿匪搜罗那个散兵游泳 然后维护当地的治安 在新解放的维方一带 李士英建立了新中国公安工作 一块重要试验田 他抽调一百多名公安干部 吩咐各县区建立各级公安机关 稳定了社会秩序 巩固了基层政权 肃清了国民党特务和土匪 为解放济南奠定了良好基础 他们在昌卫保安司令部的成立的话呢 一方面是因为昌卫 就是维方和那个昌乐这一带的话呢 就等于是解放了 是一个解放新区 既能切断清岛和济南的 国民党的军事联系 而且的话呢 为济南战役呢 准备一个稳固的后方 此时山东大部分城镇和地区相继解放 国民党统治的济南 已经成为一座孤城 完全处在华东野战军的包围之中 华东野战军的将领 是陈毅 素玉 许世友等人 他们建了一个班子叫青州办事处 这个办事处是专门为济南的接管做准备的 青州办事处的话呢 就派人打到敌战区去 然后搜集了很多济南的正情 敌情 然后还有那个济南那些特务啊 那些的情况 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情况 已经印成了多少大本的书了 还培养了多少干部 让他们熟悉这些情况 应该是说 这是个有战略目标的一个准备工作 而守卫济南城的国民党军官 正是蒋介石的新副爱将 王耀武 他出生于泰安的一个农民家庭 是黄浦军校三期的学生 十四年前 就是王耀武指挥国民党军队 与方志敏速域领导的红石军作战 中至方志敏被服 英年就义 为了确保济南战役的胜利 中央与华东野战军的将领们 反复研究作战方案 对可能出现的所有情况 都做出了预案 毛主席对济南战役 专门做出了重要的指示 并且对济南战役 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都做出了预判 尤其在最后 他在箭报当中还着重指出 要严防王耀武逃跑 要多加几层围堵力量 深经百战的许室友将军 对毛泽东的这条指示 格外重视 他多次认真查阅地图 甚至设身处地地 替王耀武打算 如果他守不住济南 又不愿投降 会从哪条路线逃走 指示友在地图上 忽然看到维方 这个泥河大桥 那个张建桥那个地方 他用手一拍 说王耀武甲路要 从青岛逃走 那么这个地方 就是他的华龙岛 李世英领导的公安队伍 也在认真地 为济南战役做准备 只是他心里 还没有完全的把握 如果王耀武战败而逃 他是否真的会按照 许是有设计的这条路线逃跑 维方真的会成为 王耀武的华容道吗 王耀武的华尔 王耀武的华尔 该ossa 他跳得在和 fam NY 娱尔 很难的 这是其他无意识的 共和国公安部长为谁作证 他是日本特务 还是孤单英雄 他是陆林好汉 还是江阳大盗 除坚速特 维护治安 迪荡尘埃 接管政权 一支特殊部队 一条建警之路